Hello大家好 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和红血丝奋战了十多年 总结下来的保养经验 不用打针不用手术 甚至你可以不用另外买去红血丝的产品 就能解决红血丝 我知道好多姐妹想看我的美白分享 放心我们有个下一期就是了 因为红血丝的存在会影响我的整个护肤过程 也包括美白 所以呢先讲红血丝问题 也算是给美白视频做一个铺垫 这是我大概初中时候红血丝最严重的情况 然后这个是我现在素颜时候的一个皮肤状况 红血丝没有说完全的消失 但是真的已经消了很多 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辨别自己是不是属于红血丝的皮肤 这是我在百度百科上找到的图片 我觉得非常真实 如果你的脸上通常是两家 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时 都是长期的处于一个红红的状态 那你多半就是红血丝皮肤 注意这里讲的长期 如果你只是晒到太阳 或者是运动之后 短暂性的出现了脸部潮红 之后很快就恢复了 那这个就是属于正常的现象 并不属于红血丝 有些严重的红血丝的患者 你不会像这样出现现状的红血丝 当现状的红血丝过多之后 就会连成网状的红血丝 变严重的会出现片状的红血丝 红血丝主要是因为面部角质层薄弱 毛细血管更容易接触 感知外部世界的环境的变化 从而导致毛细血管扩展 而引起了面部潮红的现象 既然红血丝规定结底 是由于上述的原因 但是能够引起面部角质层薄弱 这个问题的原因 就有很多很多了 像我自己小时候 就是冬天在室外冷风吹得实在太久 然后一进屋就突然一热 一冷一热一冷一热一冷一热 这样来回折腾 它终于就扛不住了 真的超级超级后悔 除了我这种后天 对于皮肤的过度刺激导致的 还有新天遗传的原因啦 过敏的原因啦 过度护肤的原因啦 就是每天敷面膜的那种 等等等等 一旦皮肤出现红血丝 内的皮肤就属于薄而敏感的类型 过冷过热 情绪激动 运动过后 温度突然的变化 都会让脸色变得更红 总之就是非常的难伺候 目前医学上的手段 有活细胞疗法和激光这种物理疗法 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 所以我不好评价它的好坏 我只知道它很贵 如果你是客金玩家 那我的建议是请咨询专业的医生的意见 慎重的考虑之后 再决定你要不要去做这些疗法 如果正在看的姐妹里面 恰巧有做过这类疗法的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里面 分享下你的经验 那我自己本人呢 因为不是一个人民币玩家 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 怎么低成本的去养护你这张受伤的小脸蛋 我之前看到的很多红血丝分享的视频 多半都是介绍一些去红血丝的护肤产品 那我个人呢 是觉得针对红血丝皮肤的一个护肤的手法 才是更值得去跟大家分享的 因为去养护红血丝 真的是会影响到你整个护肤的流程 不是去换一两个产品这么简单 我接下来会给你们 把我所有的护肤过程走一遍 来分享下 我这经过了十多年的经验 而总结出来的 针对红血丝皮肤又薄又敏感的特点 而专门设计的护肤手法 关键字就是减少刺激温和稳定 首先是卸妆 我个人会选择卸妆由来卸妆 向脚制层薄到已经出现红血丝了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 皮肤是处于一个受伤的状态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更加不能用蛮力去伸扯来加重伤口 像卸妆精这种就摩擦力会太大 贝德玛这样的卸妆水 也是需要倒在化妆棉上 在脸上来回的擦的 所以也不行 卸妆膏倒是可以 但必须让卸妆膏在手心里面五热化开之后再上瘾 不然它开始硬硬的容易会有棱角 也很容易伤到皮肤 在所有的卸妆产品里 我觉得卸妆油是最适合的 因为是有上脸之后会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摩擦力比之前几个都要小 我皮肤类型是沙漠皮 所以我不担心会长痘什么的 如果你的皮肤跟我相反是油皮的话 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清爽型的卸妆油 是比较适合油皮来用的 一定要挤足够多的料 千万千万别省啊 我一般会挤到手心快沉不下的那种程度 两手沾满卸妆油之后 在脸上轻轻按摩 手法一定是非常轻的 如果你上脸之后觉得手指滑起来还是有点卡卡的话 那就再挤多一点的卸妆油再往脸上磨 保证手掌跟手指接触到脸的部分都是非常的滑顺的 不会有卡卡的阻力 这么做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卸妆所产生的摩擦力 再给推博皮肤的伤害 等感觉卸的差不多了 我就会沾一点温水来乳化 完了之后就用清水把脸洗干净 这里有两点要注意 一个是温水 刚刚说红水丝皮肤特点是什么 还有谁记得吗 特点就是过冷过热 它都会加重 所以只能用温水 温水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你脸泡到水之后 你不会觉得水太冷或者太热 是跟脸的温度差不多的 不会觉得很刺激 并且一年四季都必须保证用温水洗脸 就是我坚持了十几年的习惯 这哪怕是冬天和夏天 我也不会为了涂省这么舒服 用热水和冷水的 第二个就是洗的时候 不用手用力的去搓 除了鼻翼这种死角 需要用手指轻轻去揉以外 整张脸其实是用水 把卸妆油给铺干净 你看我就是用手把水沉起来 然后铺到脸上 用这种方式把脸洗干净 接下来就用洗面奶 我告诉你这个真的解了 我真的想把这个洗脸的方法 安递给所有人 不只是有红血丝问题的姐妹 在此我可能会单独出一个 如何用洗面奶洗脸的视频 标题我都想好了 洗面奶你真的用对了吗 或者是99%的人不知道的洗脸方法 其实概括来讲就是 像在拍洗面奶广告一样的去洗脸 首先把洗脸刷扔掉 减少摩擦姐妹们 减少摩擦的人 怎么可能还去用洗脸刷呢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起泡网 脸用温水打湿 还是温水哦 我每次冬天洗澡的时候 把水温调到适合脸部的温水的时候 去冲脸 然后会不小心冲到身体嘛 就真的很冷很冷很冷 但只能忍住你知道吗 我已经忍了10年了 所以你也可以的 然后把洗面奶 急一点到起泡网上 打湿起泡 这点非常重要啊 千万不能偷懒 每块洗面奶都不一样 有的用量小 有的用量大 有的用水多 泡沫会比较多 有的用水少 泡沫会比较绵密 都需要你自行去调整 不要跟我说我的洗面奶起不了泡 不存在的 只要是泡沫型的洗面奶 就一定可以起泡的 打出这种绵密的泡沫之后 上脸 然后隔着泡沫 用指腹轻轻点点部做按摩 隔着泡沫也是为了减少 手指指腹对皮肤的磨塌 并且让泡沫能够有效的 洗进毛孔里的当东西 很多姐妹肯定会脱懒 不用起泡网 就手上这样打湿 搓一搓 然后就往脸上浮 可以看到手搓一搓 其实很难起泡 这两边的对比 用的都是同一个洗面奶 唯一的区别就是 一个用了起泡网 一个没有用起泡网 没有泡沫直接上脸 指腹跟皮肤之间 就没有泡沫作为缓冲 会加重摩擦 我们洪水自律 还最怕的是什么 就是摩擦呀 另外洗面奶没有成功起泡的话 很容易导致洗完之后 皮肤拔干 干燥紧奔 起泡网这个你们真的 试一下 试一试好吧 一个起泡网才两块钱 甚至有的洗面奶 你买了洗面奶 它会送一个起泡网 所以真的没有成本 你们试试看好不好 你们试了就会知道了 效果真的差太多了 最后呢用温水 冲干净 手法呢跟卸妆用是一样的 最后用干净的毛巾 或者洗脸巾 轻轻按压脸部 把多余的水分洗干 我一直强调说 尽量减少摩擦 这里也是同理 用毛巾跟洗脸巾说 千万别用擦的呀 别用这样拢擦 知道吗 用按的 用轻轻的按的 不是让你这样按下去知道吗 是让你轻轻的按压 只要把脸上的水吸干就好了 这样洗是不是真的 跟洗面奶广告很像 就是有一种 岁月静好 我的脸天生皮肤就这么好的感觉 我跟你讲 这样洗真的90% 脸部不会出现紧绷干燥的感觉 我打宝票 所以真的赶紧试一下 有的同学肯定会说 用温和的没有泡沫的 洁面乳行不行 可以呀 我之前也试过斯塔福的洁面乳 它也非常的温和 只是我个人会觉得 清洁力有点不够 所以我最后还是用回了 泡沫型的洗面奶 不过你并不是说 每天都会化妆 脸上的其实脏东西 并不是特别多 就完全可以选择这样的洁面乳啊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 清洁产品就可以了 宗旨就是一定要温和 减少摩擦 减少对皮肤的刺激 卸妆系列终于讲完了 我觉得光这一块 我就已经讲了好久好久 其实也是因为这两个块 是最容易让皮肤可能受伤的环节 哦对了 关于清洁还有一点要说 就是去角质 皮肤状况正常的姐妹呢 一般性会建议她 去角质的频率是 大概一周一到两次 而我们红雪丝女孩 我的建议是 不要去角质 我相信这个很多姐妹都知道 毕竟我们角质层已经很薄了 再去角质 我怕是连这层皮都直接给磨掉了 有些姐妹如果是有皮 T字区急需去角质的话 那就只处理T字区就好了 红雪丝部位千万别去动它 下面讲护肤 我的步骤是爽肤水 镇定喷雾 精华 眼霜 最后是面霜 所有的步骤都能看到 全部都是用轻拍的手法 而不是涂抹的手法 爽肤水我也不会用到化妆棉 也是用拍的 减少摩擦 记得吗 减少摩擦 至于产品呢 有样成分是一定不能喷的 那就是酒精 乙醇 不要买 有的话赶紧扔掉 或者送给妈妈用 其他的话 我不是一个成分的 基本上就是定义温和呀 不刺激呀 然后我是干皮嘛 还有保湿呀 这样的关键字去买护肤瓶的 特别说一下喷雾 我用的喷雾呢 是理肤全的 你看我疼了多少 这里有四瓶大 有大概七瓶六瓶 这样的小瓶 就是适合我出去旅游啊 或者随身放在包里面 它真的特别好用 超级推荐给红雪丝女孩 镇定效果一流 喷头也非常的舒服 平时呢 我都是放在爽肤水跟煎化当中用的 为什么是这个顺序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就是按照它包装上写的 使用方法去用的而已 有时候夏天脸部 免不了什么时候晒伤了 我就会用这个泡雾水 然后去浸满这个化妆棉 喷湿 喷得很湿很湿 然后敷在脸上 做一个水磨 大概十分钟左右接下来 就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镇定效果 我用到现在红雪丝 再也没有加重过了 一直都是在往好的方向走 就是它这个喷头啊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这个喷的方向就 有点不太稳定 李富全这个牌子 有一个专门的 针对红雪丝修复的一个系列 雅样我也用过 真的被李富全甩出好几条件 首先喷雾的喷头和镇定效果 真的跟李富全没法比 雅样的那支特护霜也是 越用脸越红 千万别质疑我说买到了假货 因为我是在国内的雅样专柜 用原价买的 可能雅样适合一部分人吧 但是雅样真的特别不适合我 护肤还有一点要讲 就是面膜 我之前说成因的时候就提到 有些女孩就是因为过度保养 每天敷面膜才导致角质层过薄 才出现红雪丝的 在这里呢 我真心佩服范冰冰的角质层 每天敷面膜 它角质层居然还能扛住 我们老百姓没有专业的护肤顾问的话 我建议还是不要这样做 如果你已经是红雪丝女孩了 为了养好我们的角质层 把它尽量的养厚一点 请不要频繁的做面膜 网上一般给红雪丝皮肤的建议是 面膜的频率最多是一周一次 或者是两周一次 我呢 我就不一样了 我基本上是一个季度才做一次面膜 当然我之前说的水膜是另外一回事前了 护肤的最后一个步骤 防晒 阳光也是加重红雪丝的一大原因 所以防晒绝对不能少 因为我下一次的美卖视频里面呢 会重点讲到防晒这个方面 所以呢我这里就不会讲太多 只提一些跟红雪丝皮肤有关的东西 有些姐妹会说皮肤已经很薄了 防晒霜会不会让皮肤更加受伤 我觉得呢 有些防晒霜确实会这样 因为我不是成分党 所以我也给不出说 红雪丝皮肤要避免哪些成分 不要去买 我能给的意见就是 请选择一些红雪丝皮肤适用的防晒霜 像李富全和雅样这样 专业护理红雪丝皮肤的品牌呢 都会出一些适用红雪丝皮肤的防晒霜 不过你这样还是不放心 或者说你红雪丝真的已经到非常严重了 那也可以选择纯物理防晒 就是戴帽子呀 撑伞呀 裹原始一点啊 总之防晒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理由 我们任何时间不去做它 包括冬天也要防晒啊 一年四季都要防晒的 尤其是我们红雪丝女孩 这里呢正好预告一下 想要看我十年美白尽力的姐妹 一定不要错过我下一期视频 最后说下化妆 红雪丝女孩的底妆重点 肯定跟别人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肯定是希望 尽可能的把红雪丝遮掉嘛 这里呢我要推荐一个up 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啊 我真的就单纯的觉得它很厉害 叫门大鱼鱼 鱼鱼鱼 它的底妆手法跟步骤 简直是红雪丝女孩 底妆教科书般的存在 大干皮 沙漠皮的那种 所以我没办法像它那样 在脸上涂这么多层 妆浅呀 羞涩呀 因为下一层我还没有上之前 我的脸上可能已经起皮脱妆了 我知道大家肯定会说 让我保湿工作做好 我其实已经做好了 可是我脸真的实在太干了 我承受不了那么多层的底妆了 所以我的底妆要求就格外高 最下一定要高啦 你绝对不能只是一个 均匀肤色的功能 你必须得让我把红雪丝给遮掉 然后还必须要很水润 不能让我多叠几层 我的脸上就起皮脱妆 在这里呢 我推荐几个我觉得非常好用的底妆产品 第一个是完美日记的水凝精华粉底液 这个粉底液真的很惊艳 我自己之前从来没有用过国产的粉底 特别它价格还是非常平价的那种 所以在用之前 我心里其实是充满了质疑 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用之后我就沾香了 它不会干 干皮亲妈 妥妥的干皮亲妈 我个人是觉得它跟makeup forever的水粉霜很像 你只要做好事前的保湿工作之后 你用它在脸上叠个12345层 也点到脸上 用美妆蛋轻轻的拍开 大家有没有注意 我也没有用粉底刷 知道为什么不能用吗 减少摩擦对皮肤的伤害 这下效果在日常生活中够用 红血丝呢淡化了很多 均匀肤色的效果也很明显 它的色谱不会偏肥 不会偏黄 是我用到现在以来 最符合我原始肤色的一款 我最近呢就一直在用这款 我现在就是用了这款 是我的新欢 第二个呢是倩碧的这款 Beyond Perfecting Foundation加Cazealer 同样也是很水润 也是为干皮亲妈 质地比完美日记的 要稍稍稠一点 因为它这个是 Fondation加Cazealer的一个产品 所以它遮瑕效果要比较好一点 一层遮盖红血丝的效果 就已经非常好了 单层的遮瑕能力呢 比完美日记的要强 但同时它无法像 完美日记那样多层叠加 这款的色号会偏黄 我可能需要再买 它们更浅一号的色号 所以各有优缺点吧 第三款产品呢 就是NARS的这个遮瑕密 这个肤应该已经吹很大了 就是说是超级适合 干皮的一款遮瑕 但其实呢 我也没办法把它用在我的眼下 同样会干到不行 但是它用在我的脸上的话 是完全OK的 是非常水润的 我基本上呢 就是把它当作粉底液再用 偶尔我要拍视频 需要皮肤更加无瑕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叠在两个粉底液之前 色号超级全 可以满足各种肤色的需求 所以它除了贵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缺点 在上完粉底跟遮瑕后 我会铺一层薄薄的蜜粉 是铺 不是刷 也不是扫 是铺 减少摩擦这句话 臣妾已经说倦了 这几个产品的持妆效果 因为我自己是大干皮 出现的持妆问题 通常不会是因为出油 然后把妆弄花 而是皮肤变干之后 会起皮 然后脱妆 而这三个产品 在我定妆完之后 一般一天都不会起皮脱妆 算是很水润了 最后 说一下腮红 腮红这件事情呢 也算是我的一个遗憾吧 因为我不是经常脸是红扑扑的嘛 我就很少很少会用到腮红 因为毕竟我作为一个红血丝女孩 我必须的希望就是 能够脸色看上去苍白一点 如果你的肤质没有像我那么干的话 真的推荐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蒙带宇 与与这个up主我所拍的视频 因为我真的觉得它这个效果实在是太好 如果底妆做到这么无小的话 那么腮红我们也是可以拥有的 呜 看上去说了好多好多东西 但我其实平时执行起来并不费力 因为其实没有什么加出来的多余的步骤 对于红血丝的护理 我都是渗透在我日常的整个护肤流程当中的 只是多注意一些手法呀 用心安护一下我的皮肤而已 对于产品我个人认为 也不用立马去把产品换成 博主推荐的去红血丝的产品 像我现在所用的护肤品里面 除了理肤全能喷雾以外 没有一样是专门去红血丝的产品 但是我的皮肤还是一天比一天的稳定 红血丝也在慢慢的减淡 这也是为啥我一看头就说 你不用特地去买去红血丝的产品 只要用的产品是温和无酒精的 那完全可以继续用下去 这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 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的话 欢迎给我个三连 喜欢我的话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拜拜